嗨,各位下周要開始準備斷考的寶貝們 在這邊,老師一直跟各位強調說 考試的時候一定要保持平常心 跟放鬆心於你考試 那老師從小到大,考過這麼多大大小小的考試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方法可以放鬆自己 那就是,在考試前兩三分鐘的時候 去廁所,照鏡子,然後開始吐 而不是,不是照鏡子開始吐 是用鏡子裡面那個鎮定的自己 來勉勵外面這個慌張的自己 因為,不管面對什麼考試,人都會緊張 因為他會有得失心 就很像是在運動比賽的時候 你們總會去想像說,欸,對方好像很強 那這些無謂的想像,會讓你更緊張 反而讓你沒辦法發揮出正常的實力 那,怎麼樣讓心情沉澱下來 就是用鏡子,面對鏡子 告訴自己說,我可以 講一些讓自己肯定的話 例如,等一下要考這個科目 我已經準備很久,我一定可以 或是講一些浮誇的話 啊,我已經努力考完了 我努力考完之後,我就可以打傳說對決 打到熬夜,打到死了 那這個時候,你勉勵完自己之後 你會發現自己的心情就沉澱下來 老師,這個方法用了一百多次 每一次都會靈光 我每一次都可以相信自己說 欸,我這個考試一定可以發揮出我百分之百的實力 所以,各位,相信自己 去肯定自己之後 你一定會考得很好 加油